说起寺庙之类的庙语,大家可能第一时间联想到的都是寺庙里面供奉的菩萨、佛祖或者是神仙、观二爷之类的。 但是在福建省泉州市会安县却又这样一座奇特的庙里面供奉的不是佛祖菩萨或者是神仙一类的神像,而是供奉着27位解放军官兵的素像,并且这27位解放军官兵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接受着人们源源不断的相伙供奉。 这是为什么呢?具体事情经过还要从六十多年前开始说起。解放军列世妙1949年,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领军队来到崇武镇的西沙湾准备发起作战。 当时有27名解放军士兵进宿在当地百姓家里。9月17日这天,国民党军飞机突然飞临西沙湾上空开始疯狂轰炸,而解放军士兵为了保护群众,于是依托船体和沙坑进行还击。 这时一位在沙滩上戏耍的小女孩,被突如其来的飞机轰炸吓得呆了,蹲在原地哇哇大哭,突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在这个小女孩的附近,投下了一颗炸弹,几位解放军战士健壮就向小女孩扑来,并且死死地压在身下。 这位小女孩被炸弹爆炸时发出的巨大冲击波炸晕了,当她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沉沉的东西压住了,并且发现自己浑身是血,但是小女孩毫发危损,她身上的血是来自将她压在身下的三位解放军战士,而还有两位,在前来救她的途中牺牲了。 庙中供奉的27位解放军烈士,被救的小女孩叫曾恨,是一名新加坡龟桥,而就在那一天,曾恨的母亲告诉她,她的命是解放军给的,她应该用一生一世来暴打解放军,而在那一天的轰炸当中,共有24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后来收敛遗体的时候,老百姓纷纷涌向那里,流着眼泪为烈士整容,并就地将他们隆重安葬, 宠武自古有奉寺为民捐躯英雄的习俗,明朝西纪光帅部在此与倭寇激战,部分阵亡将士就葬,在西沙的海滩旁,并为他们建一座胡辽宫,而群众在胡辽宫旁的沙种边盖了一间12平米的房子卫庙,在房子里摆上24位烈士的牌位,上书面四军灵位,用来祭奠,以供长期纪念,而曾恨有小孩长成大人, 从为人母到做了奶奶,可他就是忘不了常常到念四大人面前,以惠安女特有的虔诚方式即便英零,解放军列士庙门前雕像到了1993年,曾恨卖掉了个人商店和金银首饰,筹集6万元,但还是有空缺, 他于是出局化缘,修建解放军庙的消息传开后,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半年时间就捐到了60万元,于是顺利动工了,经过三年的建设,1996年解放军列士庙建成了, 与此同时曾恨把同一天在宠武海域牺牲的另外三位解放军英烈也请了进来,与西沙湾牺牲的24位列士合并祭祀,更名为念七军庙,当年被解放军救下的小女孩曾恨,已经念过五夕解放军列士庙建成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声渐渐地远播出去,前来参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之中有当地的,有外地的,也有港澳台的,有集体组织来的,也有结伴牧民来的,但他们中间更多的是军人, 开国上将叶飞曾经亲笔,为解放军列士庙提词,为了人民,死得光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